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饮食上都会偏清淡一些 就不太喜欢大鱼大肉了 像我呢就经常会在家做一些沙拉系列的菜 比如说像这个水果沙拉 蔬菜沙拉等等 那今天呢要给大家推荐一个菜 它是酷似沙拉 但是呢又盛似沙拉 是不是听上去很厉害 这道菜的名字呢叫薄荷酸奶虾球 就是我们图片上的这道菜了 那这道菜呢它是不用沙拉酱的 它热量会比较低 是用酸奶来替代 再配上非常凄凉的薄荷叶 所以吃上去的口感特别的清爽 咱们一块去看一看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达人厨房 我是郑谦 你好 郑谦 大家好 美食达人袁墨 厨林十年 曾在多家星级酒店供职 擅长创新融合 喜欢用普通的食材制作别样的美味 今天呢袁墨要教我们做的是薄荷酸奶虾球 听这个名字为什么感觉有点怪怪的 这是一道很适合夏天吃的菜 其实和沙拉是很类似的 传说嘛沙拉酱比较容易增肥 我会用这个酸奶来代替沙拉 所以这个是你的当初的一个想法吗 是的 我也是那么想的 因为我自己也在吃嘛 对 你看我们俩都是越减越肥 对不对 好 那我们这边呢看到食材 这个是生粉吗 是 生粉 也就是说这道菜还要再过一下油吧 对 薄荷 酸奶 虾仁 黑芝麻 还有料酒 料酒 那就知道了 肯定第一步还是要先腌制了是吧 是的 好 那我们第一步来处理这个虾仁 开背 然后我们取虾线 好 下面我们要开始腌制了 少倒一点料酒 加一点盐来提味 抓就好了 好 我们现在这样子已经把虾球抓起胶了 下生粉了 这个生粉要稍微多下一点 我们要包裹住每个虾球 有的人比如说像炸虾或者炸什么的 就是在生粉里边还愿意加点什么蛋清 那种会更猪 那我们今天不用加 对 好 我们现在虾已经腌制好了 我们就起锅烧油 好 好 我们要在里边加油 要高油温还是 要高油温 油温低的话 这个虾就是软炸 我们要让它起脆壳 让它酥脆一点 那么油温一定要高 然后我们现在就来调一个酸奶汁 然后我们第一步就是薄荷 我们给它切碎 这薄荷我从来没有生吃过 那我是不是直接掰下来现在就可以吃了 现在可以吃 你不觉得这个有一点点苦吗 对 但是倒是很清口的味道 薄荷我们已经切好了 我们把薄荷放到碗里 然后我们现在在碗里加入酸奶 这个是要那种老酸奶吗 就普通的就可以了 就普通的酸奶就可以了 那还是要相对粘稠点的 相对稍微浓一些就好 然后我们在里面调味加糖 这酸奶还不够甜吗 这个酸奶对不够甜 我们要加糖 拌均匀就好了 我们的酸奶汁就好了 这个调完之后 白中有滤 有一点像凯撒沙拉酱的感觉 现在我们油也升温也升够了 我们现在就把虾球丢下去 我们放 你看油温是比较高的 虾球下去了以后 它立马就外面的壳就定型了 就会很脆 这个虾仁我们要一颗一颗丢 不然容易就是沾到一块 这不是已经炸好了 已经炸好了 感觉很酥 是的 炸好的虾直接丢进酸奶汁里 然后再搅拌一下吗 对 哇 这个真的很有食欲 而且超级香的 是不是 对 你说这个要是用沙拉酱 是不是也行 也可以 但是它少了一些酸味 少了一些风味 这样就拌得差不多了 拌得差不多以后 我们就可以装盘了 直接装盘 对 点缀一个过河 然后我们再撒一点黑芝麻 嗯 嗯 哇 好吃 太好吃了 这真的很好吃 我跟你讲 因为我之前就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吃沙拉酱的人 你没有发现我一直在问你 我是要是换成沙拉酱会不会好一点 但是用酸奶比用沙拉酱会更浓郁 因为它的奶味特别毒 但是它并不会油腻 对 刚才我自己稍稍试吃了一下那个生吃薄荷还是有一点点苦 可是切成了丝放在里边呢 就是它们就完全融为一体 这道菜其实很适合夏天吃嘛 一个是薄荷很清清凉凉 然后酸奶代替了沙拉酱以后呢 它吃起来不会有油腻的感觉 然后比较关键的一点是我们虾在炸的时候 一定要油温比较高 这样子可以保证它酥脆的口感 那虽然呢作为一道油炸的菜 我觉得夏天吃它真的还是非常清爽的 大家一定要试一试 这道清新爽口的薄荷酸奶虾球非常适合夏季 要想做好它只需要以下几个步骤 先给虾仁开背并取出虾线 放入盐和料酒腌制 用手抓至起胶 在腌制好的虾仁中倒入生粉 让生粉均匀地包裹在每个虾仁上 锅中入宽油 等油温升高后放入虾仁 待虾仁变成虾球 表面起壳后捞出备用 这道菜的重点是用酸奶汁代替沙拉酱 在酸奶中加入切碎的薄荷叶和白糖 最后把虾球放入酸奶汁中搅拌均匀即可 你看啊 特别是你看在这个菜里面啊 放了这个薄荷叶的这个酸奶汁 用它完美地替代了沙拉酱 我相信啊 很多人在家里做沙拉 也会有很多的奇思妙想 那在这里呢 也要提醒大家 疫情防控期间一定要做好个人防护了 出门一定要佩戴好口罩 就餐之前记得洗手消毒 全程地去使用供烧供患 好 稍息休息 接下来呢 我们进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 咱们继续做美味 是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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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